大家好,我是永恆之厭 今次回到的就是升叻 升叻做些什麼?當然是聊聊聊話題 吹吹吹水 好,就是走淡 先說一下我永恆之厭 一開始會說一下我永恆之厭的狀況 首先我捉過無求 之前有人叫我捉,這個火系 這個也是火系,所以我捉了它 因為這個也沒見過 因為這個是人們自己改 因為原本不是火系 原本好像是毒系 好像是毒系 重毒 忘記了是重毒 對了 然後就有一個學習裝置 草圖鑑存到三十多或四十個 等五十個就會送 那我現在就五十一個 如果沒有記錯,有人留言 六十個圖鑑就可以開啟二周目的劇情 現在差不多了,差九隻也很快 另外就想說 我的精靈全部都是女生 除了火暴獸 除了火暴獸 全部都是女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特意去搞 我沒有特意去搞 但是它就是 全部都是女生 只有火暴獸不是 好 好,學習裝置放在毛球身上 然後我就火暴獸放在這裡 先升火暴獸 OK 這次 這次的話題就是 是這個屋邨 屋邨 屋邨 本來我是從屋苑 屋苑搬到屋邨 在 多少年前呢 兩年前左右 我不太記得多少年前 就由屋苑搬到屋邨 屋苑的意思就是說 原本一棟樓是有十幾二十層那些 十幾二十層那些 然後就搬到去 搬到去一間 一二三四層 真的只有兩三層的村屋 其實很多東西有分別 比起之前來說 很多東西有分別 也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即將要搬到屋邨 村屋 又或者是未來會考慮入村屋 那我 那這些題就是過來人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OK 首先 本來我一開始在屋苑 就是用上網 應該是100Mb 因為我記得我是快 即是本來未搬之前是快 現在這個 然後就是 還有什麼 交通非常方便 因為一落樓就是 一落樓走一會已經有車搭出去了 對 有車搭出去了 然後就是還有什麼 想想 啊 下樓下附近有便利店 或者是超市那些 都有的 即是走一會已經有餐 一落樓已經有餐廳 那如果 好 之後就說村屋 村屋 上網呢 是 如果你幸運的話 就會有這個 HKBN 對 HKBN 如果你不幸運的話 就只有這間網上爬 對 網上爬 網上爬都不要緊 只有8Mb 只有8Mb 8Mb 即是說有多少 8Mb 要除8 即是只有1Mb 左右 1Mb左右的速度 那你頂不頂一順 對 你頂不頂一順 8Mb的速度 是 現在 現在手機 比8Mb速度更快 比8Mb速度更快 8Mb真的 現在真的 真是 真是不知道怎麼用 即是有時候你下載的遊戲 就下載不了 即是說在Steam那些 下載不了 你大過30Gb 你放在那裡放幾天 對 放在那裡放幾天你才登錄完 如果8G 即是上載影片都有困難 本身一開始 一開始我是8Mb的 一開始是8Mb的 本身一段影片是要 要 上載多少 上載好像要5千多個小時 上載5千多個小時 上載5千多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 哎 不是很棒 本身一開始我的做法是怎樣 一開始的做法就是 出去外面 外面有些商場之類 即是出去 市區那裡 有些商場 那些商場你就可以 用它WiFi 他們的WiFi快 對 應該都100Mb左右 或者 沒有100Mb 可能都有30多Mb左右 那些速度就快 那些速度就快 所以 有一陣子 我會出去 那些商場上上載影片 這個 多久之前 好像是去年 忘記是不是去年 對了 忘記是不是去年 就有一段時間 是出這個商場上 借他們的WiFi 即是用他們的WiFi 然後上載 那麼速度是幾快 但是很不方便 對了 一來你要出去 即是你要上載 一定要出去 然後你要儲齊 一次 儲齊不知道多少 三四條才放出去 所以感覺上是非常麻煩 對了 有幸呢 這裡就升了30Mb 但30Mb其實也不算太高 頂盡只有3-4Mb左右 30Mb 說就說30Mb 其實只有3-4Mb 嗯 然後 升了 怎麼都好一點 對 怎麼都好一點 比起之前8Mb真的想吐 嗯 還有什麼可以說 嗯 其實這個都容易解決 即是在說村屋問題 村屋問題 就是 速度 上網問題 你現在都算容易解決 因為之前真的很難解決 現在的手機上網 是挺快的 挺快的 即是有一個叫CSDude的 手機台 速度是快 比你無限 比你無限用的 那那個台就收你 不知道 四個左右 對 四個左右 那有 有多少 激 啊不是激 是Mb 即是差不多有30Mb左右 差不多30Mb左右 其實都 解決到日常生活 30Mb來講 只要你不是 但是經常都 瘋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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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賣 下賣 或者是 不斷打下賣 不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打下賣 什麼 我自己很少下賣 這樣就 都頂 都好用的 30Mb 除非你是追求那些 嘩 一點點不行不行 頂不順頂不順 那些呢 這樣就難一點 你真的要去一些 有這個光纖鋪 因為這裡真的沒有光纖鋪 是鋪了很多年都沒有光纖 OK 鋪了很多 很久都沒有光纖 本來一開始 搬進來的時候 不知道那幾個月 他就說 將會鋪光纖 遲些會有機會 之後鋪到現在都沒有 對了 鋪了兩年 兩年可能都 不夠 即時間不夠 可能遲些才有 不過我也不理他 不理他 30Mb我自己夠用就行了 是不是 我又不太追求 我玩的遊戲就是普通的遊戲 就不是說 就不需要 不需要太強 OK 那這個就是搬進來的問題 就是由100Mb跌到8Mb 有機會 幸運的話 你又可以升上30Mb 如果不幸運的話 你就用8Mb了 那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用一個電話 用一個電話 然後放Wi-Fi出來給人用 那這個也是一個解決方法 如果你住這個屋村 村屋 村屋 那這個是解決方法之一 那其第二個方法就是 忍受8Mb 第三個方法就是 盡快搬屋 對 那我想你搬到 你搬到 村都應該都不會考慮 說很快搬走之類的 你都是想長住 因為本身村屋都有很多優點 對 本身都有很多優點 這個一會再講 對 那講完是這個 上網速度 以後就可以講一下 房屋的方便性 叫什麼 即是家庭和外面市區 方不方便 對 本身屋苑是幾方便的 剛才也講過 幾方便 一落樓就會有餐廳 有巴士站之類 但入到村屋就沒有了 好少的 好少 可能你要走一大段 十多分鐘才會去到巴士站 然後坐巴士出去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自己也覺得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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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的話 附近也有 但是要吃死一間 因為附近只有一間 我家附近只有一間 一間的餐廳 所以 欸 不知什麼 我沒有看到 那就不管了 好 先說到給我 餐廳 對 附近只有一間 一千多間的餐廳 所以如果你想找多些食物 你就一定要出市區 要出市區才會吃到 不然你就 要是家裡自己煮 要是就出街吃 對 出那間唯一一間餐廳吃 不然你就要出市區 出市區就給幾元 給幾元出市區 那其實 都 算是不方便 不方便 但我就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就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在家裡住也可以 因為我本身都是責任 你給我 給我電腦 上到網 然後家裡有東西吃 可以吃 那就OK的了 我就不是經常出街 所以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偶爾有時候出超市比較麻煩 因為出超市 你拿著很多東西 那如果要搬回家裡 也有少少困難 因為都多東西 多東西 幸好我家裡的地理位置 都不算差 我自己覺得 有些就比較麻煩 我就覺得不算太差 所以我也接受到 其實那個壞處就是 我都說過 附近沒有餐 即是我附近 有一間 其實有些村屋 附近未必有 那我就幸好有 另外就是 方便 即是不方便性 即是有時候你搭巴士 出去搭巴士 是需要走十分鐘 五分鐘至十分鐘左右 其實如果你是住屋遠的 可能你走三分鐘已經有一輛車 可能那輛車很快就到了 OK 那我就說完這個 這個巴士站 即是家裡附近 餐廳等等 那我就說一下 車費了 對 車費 那車費來說 如果我之前是 未搬之前在屋苑住 出去銅鑼灣 又或者是深水埗 那些 十五元內應該可以搞定 當然不會超過十五元 出銅鑼灣那時候 那時候出銅鑼灣好像 好像五元左右 不知道是四個多還是五個多 其實來說 都算是便宜的 對 都便宜 我覺得 那現在搬進村屋 就比較 貴 車費 車費比較貴 就是 由四個多升到現在 十幾二十元 如果你要我這個位置出銅鑼灣 是需要二十幾元 對 二十幾元 不止應該 不止 接近三十 對 接近三十 所以沒什麼特別 我都不去銅鑼灣 現在 對 一來銅鑼灣 一來有個轉 譬如銅鑼灣 可能有那些遊戲店 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就 現在就不會 因為有 深水埗那裡會比較多 深水埗對我來的也比較近 所以我會選深水埗 可能銅鑼灣也沒什麼特別 所以也不會去 賀吉拉 殺 OK 那個車費就是這樣的情況 本身屋苑呢 就 很便宜的車費 但是搬到進來 就相對來說是貴很多 對了 貴很多 那就是這個的分別 另外還有什麼可以說 想想 其實應該還有很多東西說 對了 屋租 就是屋租問題 就是交租 對 交租問題 對 首先說一下屋苑 屋苑其實 等等 我先學招技 110 鬼火 鬼火應該要 毒蛤不要 咦 不是啊 應該 哪招 呃 隨便一招 不要這招 什麼暴風不要 好 剛才說給我 Size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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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在說屋租 交租問題 對 租金 那在市區那邊 即是我本身 那間屋苑都算是 多人流 對 人口密度都高 即是多人閒 都算是一個半個市區 就是 屋子好像交 不知一萬多 一萬四 一萬五 一萬五 那 Size 即是大小 實用面積真的很小 即是之前呢 就有個平台仔 平台仔 平台仔也是 恩丟鬼命的 超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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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可能 跳繩都跳不到 那個位 跳繩都跳不到 所以是 不算大 另外一間房子 就 走四五步路 沒有了 對 那是很小的 對 但他收萬四元租 所以其實 我租來講都很貴 為什麼不斷來這招 唉 這招要 OK OK 20塊 剛才說了 屋租 對 屋租一萬四元 你市區大約 都是貴的 為什麼 因為市區近 方便嘛 方便性高 即是他方便 周圍 有餐廳 又有巴士站 接著 上網有快 對 所以其實 是有原因的 對 我覺得有原因 他貴有貴的原因 便宜也有便宜的原因 對 所以屋租相對來說比較貴 在市區裡面 就收萬四元 我現在記得我現在住的 好像是萬一元左右 對 便宜三千元 但是那個 那個 世後面積是大一點 還有 住得舒服一點 住得舒服一點 但是 出去 如果出市區就比較麻煩 對 那所以其實有 要 等價交換的意思 等價交換 你想住大一點 但是你一定要選 這個村屋 但是就沒有那麼方便 沒有那麼方便 上網譯通慢一點 那就是這樣了 還有什麼可以說一下呢 對 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一定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搬村屋之前 我都不知道 對 我都不知道 好 那首先呢 村屋 先去屋苑 屋苑 如果你平時去廁所 就是 在廁所裡 就是 鎖完 鎖完之後就沖廁 那沖廁完 那沖廁呢 糞便就會流下去 那些管 我想它會流下去 那些管 然後又管 由管 到大廈的最底層 一個化糞池 對 化糞池 就是一個 不是真的化糞 是一個儲存糞便的地方 儲存糞便的地方 那應該是每一段時間 那些大廈的管理署 就會去通知一些 吸糞的工作的人 就會去他的屋苑 最底層的化糞池 那個儲存糞便的地方 吸糞 對 吸糞 那這件事我想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我本身都是住屋苑 我也不知道 那來到屋邨 村屋 嗯 那自己呢 就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是住最底層 而他的設計 就是最底層 有那個化糞池 嗯 那你是需要隔一段時間 去理一理那個 化糞池 因為有時候化糞池 很快就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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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是用得多廁所 就會悶 就會悶 就會飽和 飽和的意思是什麼 你是需要找人來吸糞 找人來吸糞 找人來吸糞 嗯 那我吸糞的價錢 就千多二千塊 如果貴的那些 食水心的那些 就收你四五千塊 都有 對 很夠膽的 因為現在我不知為何可以去到這麼貴 那些 那些 什麼 那些工程之類 我也不知為何可以這麼貴 本身一開始我不懂 本身一開始不懂 嘩 要這麼貴嗎 那就 隨便給他 因為那時候爆得很嚴重 對 很嚴重 這裡都可以說一說 這裡 就是 引發的問題很大 我不知道是我 我住在這裡是這樣的 還是其他人都是這樣的 就真的很嚴重 好 那吸糞的那件事 我想大家都清楚 應該都不用多說 那就是說 原本你在屋苑住的 就不需要去吸糞你的東西 帶你來到村屋 就需要搞這些 就需要做吸糞之類等等 吸糞就是吸走那些糞便 等到那個儲存糞便的地方 清空了 這樣就可以繼續下去 而不會飽和 因為那些糞便一路 它就一路下去那個儲存 儲存倉裡 一個化憤池裡 那如果不清它 就會失去了 就會失去了 那剛才我講到大件事 就是失去了 那次就是 化憤池失去了 因為太多飽和了 然後就是 爆渠 爆渠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那條渠掉之後 它就湧上來 就是我那裡有個露台仔 都是有個露台 就是現在的村屋 有個露台 那它一飽和 失去了 這個渠掉 然後就爆回來了 就是所有那些 排泄物 糞便都爆出來 那次就很嚴重 你會看到整個平 就是整個平台 整個平台花園 全部都是充滿 充滿尿 充滿了分辨物 所以其實幾惡定 那這件事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它真的爆死上來 真的很嚴重 是很嚴重的 所以要定期自己清 如果不是它爆死上來 就很嚴重的 為什麼說呢 因為除了它的平台 那條渠 會爆上來之外 因為那個渠 連接的就是廁所那條渠 廁所你洗澡的渠 廁所有個去水渠 廁所那兩條渠 應該是最連接的 如果那條渠失了 那些東西都會湧上廁所 那廁所就會非常臭 因為你知道 你糞便排出來 那如果堆完一堆 那臭味量是會增加的 增加完之後 它就 在廁所爆出來 那你可想而知是很臭的 廁所會 如果你有吻那些化分子 那你就知道 那是會很嚴重的 對了 你不要吐了我頭上去 否則你暈了掉下去 救不到你 會中毒的 會中屎之毒 因為吻得太厲害 那些味道太惡臭 那些什麼臭泥 那些 類似那些 那些 我猜是 臭得就會暈 或者中毒 OK 好 那就是一樣大件事 如果 沒有及時清掉那些東西 等它爆上來 就麻煩了 那所以呢 村屋就有這個麻煩 定期就要開始搞這件事 那如果是長的話 就是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就可以 就要清一次 那如果你是一個 短 短的 即是應該怎麼說呢 即是你的化分池如果大的話 那就可以 一年左右 那一年吸一次 其實都差不多了 那我家就比較奇怪 對 三四個月吸一次 所以其實都很麻煩 對 很麻煩 那不說那麼多 對 因為村屋就有這些問題 所以一定要搞的 OK 那還有什麼可以說一下 啊 對了 那村屋其實都很多昆蟲啊 很多養狗啊 嗯 養貓啊 還有什麼呢 啊 沒有了 對了 那很多昆蟲的 我曾經見過有兩次看過蛇 對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蛇 我們真的看過兩次 那蛇就不算太大一條 就算小小小一點 小小的 如果你不搞他 他也不會搞你 沒什麼問題 對 不過我最怕我不搞他 他搞我而已 如果是這樣就糟糕吧 好 有很多奇怪的東西會出現 見過蜘蛛 見過蜘蛛 見過很大隻的蚊 是真的很大隻的 應該有5CM左右 5CM? 5CM是多大呀? 不止 5-8CM左右的蚊 其實也很大隻 我拍下了 但不知道找不找回 如果找回就會放在網上 下次再提我吧 下次再提我吧 還有什麼? 先看看 對呀 昆蟲方面比較多 還有就是... 應該沒有了 基本上屋苑和村屋的分別就是這些 如果你是曾經幻想過 或者考慮將會到這個村屋 你可以聽我的建議 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的分享 也不是建議 因為我還是說回我知道的東西 就不算是什麼建議 只是分享來的 好 讓我想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讓我想一下還有什麼說 如果沒有的話 這次差不多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想一想 對呀 有點想說 我想到了 其實如果你是回市區的工 其實也蠻辛苦的 因為一早上要起床 然後去通勤 通勤 我想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通勤的意思就是 你一早上就要出去第二處 去第二處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住南媽島 或者長洲那一旅 通勤的意思就是要出去中環 或者以外其他地方 去一個地方 然後再搭很長的路程 車程 回家就是通勤 就是一早上去 然後夜晚一點 放光的時候回家 好像是這樣 如果沒有記錯通勤 因為通勤這個字眼 我應該很久沒用了 讀書我就會用 現在已經不會用了 東西已經不見了 那些知識已經放進去 從書中學到的東西 那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 其實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是住村屋 但是你要回市區的工 說市區的意思就是 車程如果達到一至兩小時 其實是很辛苦的 其實是很辛苦的 從命不要 所以如果你是回一個市區工 如果你打算搬進村屋 真的要慎重考慮 因為那種... 辛苦真的不是可以頂 不... 不... 很難頂啊 可以說是 就是不可以說你一定不行之類的 那個人體力不同 那你有機會可以 也都大機會不行 我可以說是 因為真的很辛苦 如果你試過你朝早出去 然後我經常一幾...兩小時的車 然後要上班 其實很辛苦 對 那當然啦 其實都... 我想應該不會有人會這樣做的 對 就是 原本你回一份是住... 原本你住南...南區 然後你回...什麼...天水圍那一類的 那就糟糕了 是不是那一類的 那... 簡單一個例子 OK 那這次來到這裡先 這個閒談 主要都是想說我對這個... 村屋和屋苑的分別 就是國內人的身份來講一講 那如果考慮... 考慮搬進去村屋的話 也可以看過這條影片 那相信如果你看到這裡應該看完這條影片 那樣就作... 就是用這條影片作一個參考 考慮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會搬進村屋 或者是會... 呃... 考慮多一陣子之後才再決定 那這樣 那本身都是想告訴那些... 即將搬進村屋的 或者是考慮搬進村屋的人說 都說一些小小的... 呃... 一些知識給大家知道 好 那這次來到這裡先 那我們下次呢 就是永恆之驗打這個聯盟 就這樣 拜拜